赌被称为万恶之源 赌博让这个家庭陷入深渊 我们已经就是伤雄水尽的状态了 借赌之后好好来就是工作 她不信 丈夫决定金盆洗手 妻子却不敢再相信丈夫 赌博后遗症 不仅在于夫妻之间的信任危机 更点燃了双方的家庭战火 层层升级的矛盾背后 到底还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真相 调解现场 犯错的丈夫理直气壮 气焰嚣张 连观察员都看不下去了 你做错了 但是却理直气壮地甩脸子 放狠话 提离婚 这个日子过成这个样子 他得有多痛苦 可你的痛苦我没看到 愿意把你的情感表达出来 你才叫相信我呀 犯错的他还能不能被信任 受伤的他又该不该放弃 两人的婚姻最终又将何去何从 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 赌博后遗症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吴女士和陈先生 我们了解两位的诉求 想解决什么问题 就是坚决跟他争取这个儿子 我不同意离婚 想跟我先生好好过日子 你知道他提离婚的原因吗 其中有很多的矛盾在里面 这些在你看来 是可以解决的矛盾 还是说不存在的矛盾 可以解决的矛盾 已经尝试过失望了 今天他的态度是可以做调整 但是已经就说晚了 吴女士想挽救婚姻 陈先生一句已经晚了 这不禁让人想细探个究竟 吴女士和陈先生十年前结婚 婚后两人去外地创业 开了个夫妻店 原本两个人白手起家 夫唱夫随 共同打理的小店 生意也一直很不错 眼看着幸福的生活 在向他们招手 可是腰包鼓起来了的陈先生 染上了赌博恶习 欠下了一屁股赌债 夫妻店也因此面临倒闭的境地 可以说 日后他们所有的矛盾 几乎都是从这件事开始的 14年那会儿我们在青桌做生意 在这期间我沾染了赌博 到了18年就是说全面崩盘 已经负债累累了 大概三四十万 双方就是说就是出现隔阂了 赌博之后 确实给我们加大来的经济 状况是非常大的 我们已经就是伤雄水尽的状态了 当时就说我不甘心 就是说输了就要把他搞回来 就这个心态 后面有复赌 复赌一次之后 我就说彻底就说 已经再怎么不甘心 我也就说已经认输了 就说不搞了 借赌之后好好来就是工作 他不信 染上赌博恶习的陈先生 虽然浪子回头 可吴女士已经没法做到再信他了 更何况 他们还要面对巨额的债务 和沉重的生活压力 对吴女士来说 解决这个难题的唯一出路 就是想办法尽快盘活 濒临倒闭的夫妻店 在这种情况下 吴女士向娘家人求助 邀请娘家的哥哥一起入股 谁曾想 吴女士哥哥的入股 引发了陈先生内心的不满 双方矛盾 一触即发 后面他哥他有入股进来这个店里 那是19年 18年我刚开始说 15万是以月付借进来的 后面不知道怎么发展 就说他哥要入股进来的 是在你们经济困难的时候 对 是吗 那个是全面奔跑 因为我们在成州 他表哥支持我们创业 我们就经营了一个小家店 因为我先生出现这样的状况 然后他表哥要把这个生意撤回去 说不给我们做 那因为我还有 那时候还有小孩子要养 我就自己去跟他表哥谈 他就回了我一句话 他说他对我是非常信任 你要做可以 亲戚先放一边 他只认货款 我就跟我娘家我爸打了个电话 他就说 那拿15万去跟你哥入股 他表哥说 那我就认你兄妹两个人 后来我哥就入股了 这个入股的事情 是你们自己决定的是吗 对 就没有跟我老公商量 就是把我通过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他表哥已经就说 坚决要把那门生意收掉 就因为他赌博的事情 他更可以告诉他 所以才让我哥哥入股 这个没有 我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 就没跟他去沟通这个事情 我想的都是一家人那无所谓 对吧 他哥就是给我感觉自以为是 电就是他的了 他说的算 毕竟这个电本来就是我打起来的 事实都是以他来做主 我说话不能算 他是老板的 对 这一点接受不了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当时我去出差 咱们一天整天都开车 可能就是太累了 然后也没有注意到 在乡村里 然后我粘食人家一条狗 当好那一天 我就是有销售 有钱在身上 粘食一条狗之后 然后对方要赔五千 我身材就没那么多 对吧 我说我现在全身材两千多在这里 我说可以 我就赔给你 我走人 不可以咱们就报警 他同意了 我钱赔给他 然后把事情一说 他们兄弟就是 对我不信任了 然后又就是他哥也对我大吼大叫 他哥来一句 当场来一句 你怎么不管那个死狗 然后他面前给他看 就没有证据 对 我说你是脑子有病 还是我脑子有病 这么说话的吗 对 那就很不客气了 很不客气了 然后刚好有一个工牛业务员进来 他问我 陈总 你这边需要补什么货 补什么货 我二话还没说呢 他哥只就插嘴 这点我说的算 什么都不用补 你说我受得了吗 我很气 我沉默了 然后我就走开了 你爱人在场吗 在啊 都在 有说话吗 有啊 说暂时先别吵 就是双方都按压一下嘛 就是关于那个狗的事情 确实这个我认为我哥做的事 有点就是过分 你在第一时间是相信他的吗 因为刚好他那天出去卖货的时候 刚好身上所有的钱都花了光 他是处理完之后打了个电话给我 已经就是产生一个怀疑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问我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他解释跟他说 因为一遭被蛇咬 十年怕朝生 特别是一个赌徒的心 不敢再去赌这个赌徒的心嘛 你怀疑的话 你会反胃思考嘛 我车上还有货 如果说我真是为了要赌 为了这个钱 我把这货我借卖了 我不是还有钱吗 我问一下陈先生 在那段时间 就是哥哥加入进来以后 赌这个事情 已经没有发生了 你在那个时候 比如说当他也好 哥哥也好 他们都质疑你的时候 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算了吧 反正你错在先嘛 能忍就忍过去了嘛 还是想着忍一忍 对呀 陈先生是头脑灵活的生意人 自然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 自己赌博错在先 因此哪怕被妻子猜疑 哪怕被大舅子夺走话语权 陈先生刚开始的选择 都是忍气吞声 后来在吴女士和他娘家 哥哥的安排下 陈先生这个昔日的店老板 就变成了店里的一个 负责推销产品的业务员 这种身份的落差 让陈先生的内心 积攒着不满的情绪 他们扁我 想压我一头 陈先生不甘心 不服气 但也只能选择暂时忍耐 生意场上 免不了要跟钱打交道 而涉及到钱 陈先生就难免要遭到 吴女士兄妹俩的质疑 奚落甚至谩骂 刚开始 陈先生也是选择隐忍 后来他实在是忍不下去了 因为他每次去卖完货 晚上回来 我就会跟他对账 跟他要钱 然后他就没给我钱 他就直接跟我说 他这个用了什么什么 我一听到钱怎么没回来 我又发火了 我就对他那里骂 因为我以后会怀疑 他去拿去赌博 他就跟我拿一句信用卡吃了 这钱对不上了以后怎么办 作战各方面 是我在操作忙 我就必须把这个窟窿给补上 不然我对我哥 也没办法交代 明白 我每次知道拿钱的时候 拿不到这钱 你拿了干什么 欠人的钱也要还 我出去也要开销 对吧 我找朋友 还是谁借了借了钱 我来还借钱 这些他清楚吗 他知道我外面外债 他清楚的 我每次拿钱 都是事事有着落的 钱到哪去到哪去 都有交代 但是信不信是他们的事 因为我不信任他 我跟他一要回这个钱 要不到的话 我就会情绪就会爆发 就会骂他 就会说他 明白 最后一次 他把这三万四弄没了之后 我直接就指着 握着你真的给我滚 我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你说了滚 他就真走了 我也不是 他那时候真的怎么会有钱 就回老家了 他把我宅带回来了 陈先生带着儿子回了老家 店里的生意 就由五女士和他的哥哥经营 夫妻俩也就因此 开始了长达几年的分居生活 然后那会儿 我还没有想说 夏天先生离开 转转到就是说分居久了 然后各种劝他他都不听 也导致说 后面跟他家里闹矛盾之后 才下定决定就说 死心了 这样子的 陈先生解释说 今天他之所以提出离婚 不是说他没有对这段婚姻 做出过努力 回到广东老家之后 陈先生跟着父亲经营家族生意 他曾希望五女士回到他的身边 和他一起共进退 然而五女士有自己的打算和想法 他不愿意放弃在湖南的生意 夫妻俩一个在广东 一个在湖南 相隔数百里 谁也不愿意迁就对方 彼此内心不满的情绪 就像是堆积的火药桶 只要遇到一个火星 就会酿成更大的伤害 令陈先生和吴女士都没有想到的是 事态的严重程度 会波及到两个大家庭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如果咽喉疼透 你就冲一袋 咽喉疼透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如果变桃体炎 你就冲一袋 变桃体炎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如果急性咽咽 你就冲一袋 急性咽咽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咽喉疼透 变桃体炎 急性咽咽 你就冲一袋 邦琪牌复方鱼心草颗粒 健康有我 邦琪集团 就是我妹结婚 那天 那我那天晚上 就到了我儿子 出了娘家 我心里想的 我妹嫁完之后 我还要回撑州嘛 我就 语音跟我家伙说 我说我 八点多的时候 我去拿衣服 然后 第二天就直接回撑州 然后她就不行说什么 要留小孩吧 那我也不 我就不同意不 我就说了一句话很冲 我就说了这句话 我就到时候再说吧 他们就不开心了不 火猫上脏的就 开车跟我先生两个人到我娘家去 还打了电话给娘家我爸 我娘家我爸就说 我跟我先生两个人的事情一下子是讲不完的 他说你有什么事情等到我把我这个女儿嫁出去了再说 你爸说什么话 行吧 你怎么说 搞得你受委屈一样的 行吧 什么叫行吧 我给你付述吧 他真的听不懂人话的 我爸我妈的意思 一直就认为夫妻俩必须在一起 不要一人一地 这样子常见下去不好 然后就各方面的劝他说 回来回来 跟我在一块 他就死活不乐意 他就要做成就生意 不做我爸现在他这番生意 他说为什么被得逼着他 然后就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要闹 因为他说你们当时就要冲到他家里去 这是为什么 可能说他特别无脑不会说话 我爸就问他就是关于儿子的事情 他说因为儿子这段时间就是在我本地这里读书的 然后当时他就说他要带走 就因为儿子的事情 然后当时他不知道说有什么话 就是把我爸给击到了 他说是说了一句比较过分的话 对对对 当时什么网站 因为他们是通话的 网站就说什么 我爸就非常生气 就叫上我说走去那边 把儿子带回家 你们知道他妹妹那天第二天要出家的 我们知道 但是过去的话本来是要好好的 但是他爸跟我爸 不知道又是说了什么 两个亲家又多嘴 然后导致就是说双方就是打起来闹起来 然后他以为就说我现在在娘家了 我家人都在 给我感觉就说他很厉害那样子 就装了好转 所以就是个个就起来 就扭打在一起了 真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两家人 两家人 所以说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有必要吗 这怎么收场 没法收场 那他也不可能留下来了 对 所以说他说他现在不离 我不知道他是为了贪图我什么 我要钱没钱 为了贪图我什么 他说两家人是打架 继继续两地分居 直到两年前他决定回到陈先生身边 重新一起生活 因为我没有想过要离婚 所以我就又回来了 因为我还爱这个家人 爱这个孩子还爱他 我先生 所以我选择了回来 应该是几年时间吧 把他进行就是在经营各方面的话 资金是健康的 可以正常运转的 就是我不用管事 对 我不用就是说 我每天就是背着这债务 然后喘不过气息 基本上就是为了这个生计 我一直在苦恼 我能不能这么说 你终于可以稍微停一停 管一管我自己的家庭 对 对 回来以后两个人谈得怎么样 刚开始谈的时候 他说可以啊 他同意 然后可能大家存在隔阂 我也跟他沟通 但是他就不愿意接受 他说他已经对我 就是说已经死心了 我一个打比喻了嘛 就像个杯子一样 摔在地上了 你再把它粘起来 裂缝都还在的 一切都太晚了 没有修复到原来那样子了 然后毕竟分开那么多年了 还谈什么感情 陈先生直言 他们已经回不到过去 一切都太晚了 对此 吴女士却说 其中有猫腻 她说当初丈夫为了让他回家 想了很多办法 如今他自己主动回来了 陈先生却摆住一副 爱搭不理的样子 甚至还扬言要离婚 这其中的原因 他经过细心的观察和打探 很快就已有了发现 他那个就是 比较暧昧的女性朋友吧 当了这么多的面 证据拿出来 没证据我现在当面我要删你 就是我宰跟着他 他喊他小妈 就说一起去吃肯德基 还要一起去外面玩 再到后来 我在他手机的封面上 看到一个女的 看到以后 我就去打探这个女的消息 她就刚好是在 隔了我们那里两条街 那里卖冰的一个小妹 包括我后面在我手机 看到给我儿子说 我儿子说 妈妈 你怎么有小妈的照片 我说为什么喊他小妈 他说四二老爸说 喊他叫小妈 这个小妈是怎么回事 很好解释的 因为都是同一个市场的 我们打打闹闹 开开玩笑都有的 像有个小孩还叫我做老爸 对不对 这些都是无所谓的东西 然后叫他小妈了 他就觉得 我就跟他有什么 有一腿了 怎么了 这些我都能接受 但是有一点我不能理解 手机屏保设为他 是为什么 我这点我都不知道 我哪个手机屏保设为他了 他说儿子确认是 我手机儿子怎么会看到 给他拿过去 是不是手机在我身上 没有这回事 没有 我从来不设计东西的 如果说我要做这事情的话 我肯定得偷偷摸摸的 我还光明正大的搞 之后我跟他聊 是不是真 他说是啊 他说你后不后悔 他还这么问我呢 我气他的 我说明年的日子 我叫你多潇洒 是吧 我女朋友一个接一个 我说我有说 我承认我有说 反正我就不想跟他过了 无所谓了 为什么我坚持在湖南 就是因为一来 我没有任何经济基础 我必须在那里 收钱了把这生意盘我了 二来还有背负了这么多债 不用缓慢 所以我才会一直坚持在湖南 但是给我痛点就是 哇塞 我在外面这么受尽风雪去赚钱 然后来背这个赞 你倒好 在家里我没跟你要一分钱 不说 你还要在家里风花雪月 你不要说你那么伟大 好不好 陈先生并不完全认可 吴女士的付出 对妻子替他偿还的赌债 他也并不否认 陈先生认为 感情问题和这些是两码事 那么 极力想要挽留这段婚姻的吴女士 又该如何面对当下的局面呢 金牌调解团队的老师们 又该如何才能帮助他们解开 各自心中的疙瘩呢 陈先生 你的爱人 她从来不是你嘴巴里所说的 那个女强人 她从来不强 她只是表面上看上去强 而这是你们给她的有色眼镜 但同时也是吴女士 你自己演绎出来的 你不强你干嘛伪装得那么强呢 你不行你干嘛不找你爱人商量呢 她捅的娄子 你为什么不交给她去收拾呢 可是事是她闯的 婚是你俩的 日子是你要和她过的 谁能帮你解决问题呢 你跟她过日子 你不跟她商量 你跟谁商量呢 那我想跟陈先生说的是什么 我感受得到 你一直想当男主人 但是我们说实话 没有看到你担起责任 所以你们两个的问题在于 两个人过来谈离婚的事 可是我们听上去 这些年你们俩就没有心在一块 人在一块 情在一块过过 都是在各过各的 因为我没有感受到 你们之间有很多的情感 我们感受的是 男方是有情绪 没风度 你几次暴跳如雷 我都觉得你差点 真的要扇她一巴掌 我们感受到了 你有极强烈的情绪 那到这个时候 我们还要靠情绪 靠拳头去挥舞 去说话 去要得一份存在感和尊严吗 吴女士 你是有风度 但你不真实啊 这个日子过成这个样子 她得有多痛苦 可你的痛苦我没看到 我的爸爸和我的公公 都扭打在一起了 我作为一个女儿 作为一个媳妇 我在中间夹得多难受啊 那份纠结 我没感受到 所以我说你很有风度 可是你不真实 所以为什么你的爱人 他屡屡地打断你 他觉得你虚伪 他觉得你假 因为你的那些真实 你不表达 那谁知道呢 对你来说也是一个提醒 你要学会做的是一个真实的人 因为真实才有力量 如果今天你们真的要选择 往好的方向 往婚姻存续的方向去前进 我刚刚说的那些问题 都是你们要去改变和成长的方向 赌博对于你们家来说 是一场灾难 然后女方呢 对男方 有一句话叫 不存在任何信任 然后脾气可能也爆一点 只要提到关于有钱的事情 然后就会爆发 就会骂他 你们家的钱窟窿特别大 然后你没有办法跟他沟通 但是你们家 自从发生这件事情之后 你们两个人没有任何的沟通 包括金钱上的 如果我是男方的话 我会想 那就是钱比人重要嘛 所以你们之间 如果夫妻都没有信任 这个夫妻关系有什么意义呢 包括他说了一句话嘛 他说 他们俩都不相信我 那他们俩指的就是你和你哥哥嘛 他在那个店里 他没有地位和尊严嘛 在外人面前 你哥直接说了嘛 这个店我说了算 这个对于他来说 确实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而且这个时候他已经说了 毒已经没有发生了 而且当了这么多人面 我相信应该 那个时候是没有的 这样去说他的话 确实是让他感觉 他即使想补救 完全没有机会 不能提前 能忍就忍 那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是在沉默中死亡 显然你们的关系 就在沉默当中死亡了 那么对于南方来说呢 确实有一种叛逆少年的感觉 而且呢 你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 表现的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像一个浪子一样 无所谓嘛 你爱怎么怎么样嘛 态度呢 我感觉有点嚣张 所以这个方面 我确实不能理解 有心者有所累 无心者无所累 在沉默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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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K 他会觉得把婚姻推上绝路的 除了信任之外 还有就是你一直在 以施恩者的姿态去面对他 我认为你可能不需要去用圣母 来去包装自己 或者说用圣母去要求自己 你知道吗 你越是这么说越是这么做 其实你是陷入了一种道德绑架式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你看你犯了这么大的错 你都赌博了 我都没有去抛弃你 你都欠下了几十万的外债了 我还在帮你负担 我都没有放弃你 所以你要感恩于我 这其实是一种自我感动 如果你用这样的一种高压的方式 去要求他的话 那么后续他有一种受害者心态 他觉得你是在用施恩者 去道德绑架他 所以高度自尊 不允许他去低下头来 一直去配合 他今天就愤然提出离婚 如果你不能够去 正视你丈夫的这个人格特点 你恐怕在以后相处当中 依然是举步为奸的 陈先生 原本犯错的人 一般都是会充满感激 感谢妻子的不离不弃 但是你做错了 但是却理直气壮的甩脸子 放狠话 提离婚 我能够理解你的一些委屈 但是你看啊 他不信任你 是不是事出有因 是不是因你而起 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一定要强调这一点 被伤害的人 他可能更有资格提原谅 那么你曾经作为 是走错了一步路的人 我们就要学会用更多的自证清白 来去重新续上信任的这样的一个账户 在乡下压了一条狗 要五千块 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我们可不可以拍一张照片 或者录一个小视频 告诉妻子发生了什么 就比如说小妈的存在 我也相信你们是清白的 我们可不可以也学会主动消除一下 妻子内心的顾虑 让他到市场上来 互相见个面 介绍认识一下 聊个天啊 这不就烟消云散了吗 婚姻里面 我个人认为你们俩都没有 用对方向 用对劲 如果你愿意 再去和妻子尝试一点 对孩子 对你自己 它都是一个两权之策 女性往往是用复杂 来应对简单 男性呢 往往用简单 来应对复杂 所以在你们身上 其实是刚好两个问题 在吴女士这里是你吓到我了 陈先生那里是你气到我了 我告诉你啊 陈先生 他其实是一个受惊吓的过敏反应 他并不是喋喋不休的想破坏 并不是想放弃这个家 反而他想抓这个家 但是他采取的方式复杂了 他被吓到这一点 并没有引起重视和安法 陈先生这里呢也难受 因为他确实气到 那么他这个气主要在哪里呢 第一 有些地方被误会了 第二 有一些尊重的东西不见了 那么他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安法 陈先生他是吃软不吃硬的 希望别人相信自己 就是愿意把你的情感表达出来 你才叫相信我呀 陈先生要看到吴女士 包括她的家人并没有恶意 我希望陈先生在生气之余 也想一想自己的妻子 他非常需要安全感 因为夫妻之间有一个特殊的点 就往往会高估对方对自己的包容度 尤其是女生对男生会高估 那么这个就特别考验 进入婚姻的女性的情绪管理能力 对你们来说有一个法宝 就是淡定优雅 就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 不要太复杂地想问题 也不要放大恐惧 更多的包容 幸福往往就藏在情绪稳定后面 假如婚姻没法走下去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利用这个痛苦 去酿出一杯酒来 就是你的淡定从容 这个可以护你一生的幸福 所以就你们家而言 可不可以离婚 可以 结婚离婚都自由 什么样的离婚是合理的 一定是两个人 心平气和 调解员胡建云 建议夫妻双方都要冷静下来 反思这场婚姻危机背后的原因 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 看清各自的问题 胡建云建议 观察员廖喜玉和五蕴 分别带着夫妻俩进入密室调解 密室里 陈亲让告诉观察员五蕴 妻子回到她的身边 到现在也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 这其中她也曾经做过努力 但最后的结果 让她一次次失望 回来一年了 还是老样子 不削我的时候就把我舔一边 有两个星期之前 又是在家里闹的那样子 我老爸拿锤子锤死我二弟 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她 你的二叔还没结婚 不会想不会做了 你做一个嫂子 你让她一下是不是 会怎么了 是 说话说那么冲 会得逼着她发火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学会 从中要调和一下 她的情绪确实不够稳定 同时她也不够智慧 但是你要知道 很多事情还是有事出有因的 五蕴建议陈先生 要学会换位思考 两人的关系闹成今天的地步 陈先生首先要调整好自己 直面婚姻中存在的问题 我说失败这么一次 就把她叮得死死 一张嘴 我在帮她黄债 就是因为为了孩子 所以就说 一直忍到了今天 今天这个时候 可是问题是 你是用忍字 你会认定 都是她的问题 不是说都她的问题 我自己有问题 我也考虑到 那你告诉我 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的问题 对她来说的话 我没有当当 我没有责任 她说做东 我非要做西 她说西 我非要做东 我非要跟她讲 我知道我有问题 我的问题 我自己 我很清楚 我觉得你们 首先没有用尽全力 去缝补这段会议 双方做一些调整 陈先生开始意识到 自己的问题 观察员武运 趁热打铁 就如何修复 夫妻亲密关系 和重建信任 与陈先生展开沟通交流 眼看着陈先生 离婚的态度 有所缓和 观察员廖喜玉 提醒吴女士 消除隔阂 最好的方法 就是彼此坦诚相见 并且采取 有效沟通的方式 我老公他是对我的埋怨很深 因为我们一直不沟通 我不知道他的痛点在哪里 你一直想找突破口 不会沟通 这是你们主要的 对 我反思我自己 我没有恶意 我只能说没有 只是我的做法 不对 对不对 被伤害到你们 我只是想这个家庭好 是因为他是用了 就是用了这个生意的钱 那我要做这个事 我必须要把这个后肯盘过来 我老公做了这件事情以后 我爸对他意见非常大 吴女士说 娘家人和婆家人 闹矛盾以后 一直互不往来 她的打算是 先修复好和丈夫的关系 再去调和两个大家庭的矛盾 此外 吴女士还向观察员廖喜玉 提出了她挽救这段婚姻的原则和底线 这些花花草草 这个肯定我是不愿意 不允许的 对 对 婚姻不忠 那谁都接受不了 第二就是赌博这块 坚决要吗 坚决 对 那就这样 不能一滴不住 比如说我给你半年的时间 在这半年之中 你还得去赌博 就是这样 还得去复赌 那就没得什么谈 吴女士的要求合情合理 那么她们的婚姻 最终会何去何从呢 密室调解结束之后 回到调解现场 她们各自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现在密室环节已经结束 回到床上 看一下两位年轻人 做了什么样的决定 大家各自说一说 自己心里的想法 今天听了这么多张家的给我解答 我也希望接下来 我会为我自己做出改变 包括对我老公也好 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 没有及时沟通 这个会及时作为一个调整 就是要表示尊重他们的意愿 而不是一味地由我自己的心走 反正我给你最大的建议就是 如果意识到这些的问题 那我们就改变它并且走向成熟 也许对方意识之间 未能发现和接纳 但我们把自己做得更好 小陈先生 你说说你的想法 就在磨合几个月吧 谁圆了 你就看看他的表现 包括自己的一些改变吧 彼此改变吧 有哪些可以调整 对家里有责任心 对孩子有当当 只要做好自己了 吃喝嫖赌的吧 这些不好就不能碰嘛 害人害己了 我们导入一个建议 三个月之后 如果给媳妇打分不到70分 你们就分 和和气气的分 70分以上 听他的建议好不好 当然最后还是你们自己 这样大家就有一个客观标准吧 调解的最后 陈先生的自我反思令人警醒 赌博害人害己 对家庭的危害 对夫妻关系的破坏 足以让人引以为戒 经过今天的调解 夫妻二人都表示 愿意彼此做出改变 扮演好各自的家庭角色 希望陈先生和吴女士 在今后的日子里 可以做到相互尊重 换位思考 遇事多包容 多理解 重新建立亲密关系 收获满满的幸福和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